一对夫妻走在街上 看见迎面而来的路人 女人突然大声呼救 愤怒的男人把女人带到一个荒凉的地方 拿起一把铁锤 粗暴地将它按在地上 原来他们并不是夫妻 在几个月以前 女人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独自照顾着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 吃完晚饭后 小青就会按照老板阿明的要求 独自来到附近的街道上班 很快就有一个文质彬彬的眼睛满走过来 把小青带上了车 她的噩梦也从这里开始 这是发生在河南洛阳的真实案件 曾经轰动全国 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叫李牧的男人 把六个少女囚禁在地下室 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凌辱 在李牧的家里 她直接拿出绳子 让小青把自己绑起来 从业这么多年以来 小青第一次遇到这么变态的客人 她的心里隐约感到不安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跟她一起上班的同事莫名失踪了 至今音信全无 有所顾忌的小青借口先洗一个澡 来到浴室 打开水龙头 立马就拨打了老板阿明的电话 害怕被李牧怀疑 小青打湿了头发 接到电话的阿明带着小弟 火急火燎地朝这边赶来 然而小青这边 已经凶多吉少 等到他醒来 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 眼睁睁地看着阿明打来的电话 却无能为力 只见李牧脱掉裤子 强行跟他打牌 完事之后 小青被囚禁了起来 他睁开眼 看见三个女人正在啃骨头 而面对小青的呼救 他们并没有理睬 好像已经习以为常 等到深夜的时候 一个女人给他送来一碗水 他摘下小青的布条 示意他不要发出声音 原来眼前这个女人 正是失踪的小梦 无论小青怎样询问 小梦都不敢透露任何信息 经过几天的时间 李牧已经摸清楚了 小青的所有信息 并且以他的家人作为要挟 让小青好好听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青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他拼命地呼救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 就算他叫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听见 长期的囚禁和进食后 小青只能选择服从 或许这样才有逃生的机会 这天小梦给他化了一脸的浓妆 李牧带着他出去 接第一单生意 车上 李牧递给小青一个窃听器 命令他藏在内衣里 不能摘下 下车时 李牧再次用家人的安全威胁他 小青默不作声地下了车 等他走后 李牧就戴上了耳机 随时监听小青的一举一动 变态的客人要求全程录像 小青也不敢多说什么 完事后 他颤颤巍巍地走出宾馆 将所得的钱财全部上交 李牧对小青的表现很满意 手中是没吃完的面包 桌子上布满了灰尘 心中不免有些愧疚 可仅仅是喊了一声爸爸 就被李牧狠狠地掐住脖子 小青急忙解释父亲是个笼子 李牧这才肯放过他 小青把食物放进冰箱 还没来得及跟父亲道别 就被李牧强行带出了门 在楼下 迎面走来几个路人 小青知道这是唯一获救的机会 于是就呼喊救命 谁知被李牧捂住了嘴巴 并且以夫妻吵架为由蒙混过关 路人虽然发觉了异常 但也不想惹事 小青的行为让李牧非常愤怒 他把小青带回囚禁的地方 粗暴地把他按在地上 拿着铁锤就要锤掉小青的嘴巴 惊恐的小青赶紧求饶 李牧拿出小青女儿的照片 警告他再不听话 就会抓了他的女儿 小青哭喊着 恳求李牧放过他的孩子 自己什么都听他的 经过这一系列的摧残 小青的心理防线被逐渐击 融入了这不堪的生活 这天 小青遇到了一位口味独特的男人 他要求小青穿上学生的校服 把头发砸成马尾 完事之后 还多给了小青几百块钱 小青觉得这个眼镜男可能是个好人 所以决定冒险一试 小青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困境 并写上地下室的具体地址 恳求眼镜男的帮助 然而眼镜男根本不相信 大声地呵斥小青赶紧走 楼下监听的李牧发觉了一场 他赶紧冲上楼 敲响了他们的房门 趁着这个间隙 并且把纸上的信息吃进了嘴里 进屋的李牧并未发现端倪 以为是眼镜男欺负他 还把他打了一顿 小青因此逃过一劫 当晚李牧并没有把他带回地下室 而是在李牧的房间睡了一晚 第二天才将他送到地下室 可就是因为这个行为 却引来了其中一个女孩的不满 你昨晚上睡上面了 说话呀 你昨晚上是不是睡上面了 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人为此争宗吃醋 然而女人这样的行为 也彻底激怒了李牧 他拿着麻袋走进来 让女人直接钻进去 女人很害怕 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见女人不为所动 李牧便强行将女人塞进麻袋 在一阵阵绝望的哭喊声中 女人被拖了出去 李牧把他吊了起来 像一个屠夫一样穿上水靴和围裙 熟练地拿起一根棍子 一次又一次地打在女人的身上 直至他再也没了动静 李牧安静地坐在一旁 麻袋被鲜血染红 一滴一滴地留在地上 另一边 眼镜男在洗浴中心 将昨晚小青求救的事说了出来 正好被小青的老板阿明听到 他拿着卡片 立马驱车来到卡片所写的地址 可好巧不巧 刚好碰见出门买东西的李牧 于是停车问路 李牧瞬间明白 这帮人肯定是冲着自己来的 于是淡定地给他们 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他慌慌张张地回到屋里 一顿翻箱倒柜 拿起一把斧头防身 因为他知道 刚刚那帮人找到这里是迟早的事 果然没多久 阿明就带着人找到了这里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李牧知道自己毫无胜算 于是利用地理优势 关掉了屋内的灯 经过一场残忍的厮杀过后 屋内的灯缓缓打开 可结果却出乎意料 阿明和他的人全军覆没 处理好尸体后 李牧悠闲地吃着冰棍 带着小青接下一单生意 走在酒店的走廊里 小青觉得这是逃走的绝佳机会 因为他想起李牧今天并没有戴耳机 于是扔下窃听器 从地下室逃走了 吃着冰棍的李牧看着眼前的耳机 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他匆忙地走进酒店 可并没有看到小青的身影 然后又来到大街上寻找 因为上次的打斗 李牧的行动非常缓慢 而此时的小青来到一间台球室 用路人的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本以为逃出了魔爪 可当他回到家里时 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只见父亲倒在了血泊中 而李牧就坐在凳子上 小青再一次被带回地下室 等待他的将是那个可怕的麻袋 小青最终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然而就在李牧处理尸体的时候 警察也随即赶到 剩下的女人被成功救出 杀人魔李牧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由于性质太过恶劣 李牧被执行死刑 影片也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